县长徐政卫相当关心文建站软硬体设施方面的需求 而华联县政府在110年12月份也开始陆续扩充建制 让老人家们在社区部落可以得到安心健康与乐活 县长徐政卫关心文建站的需求 在114年12月10号参加由秀文湘部落教育协会办理的 110年度秀文湘文化健康站北区运动会以及联合成果展 各个社区和部落长者们健康的身体以及所做传统所供育品成果 现在学生委特地前往长者们的同乐 更关心文建站内软硬体的方面的需求 华联县政府也在110年12月中陆续扩充建制 让老大人们在社区部落得到安心健康与乐活 华联县修理影像部落教育协会执行秘书郑修理表示 现在感谢县长的支持以及协助 让部落长者们能够感受到文建站的政策天空之后 赵服务员在照护长者就能够更加的有效了 那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县长有来看我们一下修理像 然后就大家就觉得有些他看到一些设施的时候 县长其实觉得就说我们的设施是不是缺少了一些 然后在我们就是经过了县长来开了一个团体会议 然后去读到我们 然后就让我们说能快速能申请是对老人家最好的一些设备 所以在我们修理箱整个12个文件站来说我们都因应 我们自己的需求去申请了这个充实设施设备的计划 那其实也感谢县长就是说因为在这个申请这计划过程 因为在有些单位我们是不太好请的 不过在这个计划里面让我们有就是说针对真的能对长者好的 而且不管是在厨房设备 然后就是娱乐的设备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上课的一些设备之外 我们都因应各个各个站的需求 我们去申请这个计划 也感谢华林县政府就是言行处 还有我们的县长对我们如此的支持 华林县今天有90个文件站也在过年之后也陆续开站 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如往常的开办授课 就是要让咱们一早进入文件站的时候 能够动一动身体再行安排仔细心的课程 让大家DIY不同的手工艺品 透过丰富的课程内容 让咱们能够健康快乐 接着节奏音 休息一下吧